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讲的时候很烈的话题就是这个流浪地球 其实我看了 当然如果你现在看有两个可能 一是你回大陆看 一是你翻版 我告诉你现在那些翻版枪权到什么程度呢 直到Facebook直播 无端端有个平台 给你币的币 就已经有流浪地球 那怎么收你钱呢 其实现在大陆有很多翻版 不要常常都想着 它们想着要赚钱 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很无私 我常常都觉得很讽刺 字幕组 字幕组都是这个全世界最自私的国家 你觉得是最劣等的人种 就是做些最无私的奉献 大人不拉 这么远说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流浪地球 我先讲给你听 我没有看的原因 我没有看的原因是因为 你看的是广东版还是国语版 国语版 我认为很多片在香港都不播放过 大陆片 现在香港没有流浪地球看的 我也明白为什么片商不理 我现在在大陆红了 我才和你慢慢购买版权费 我想他可能有和香港的发行 但当期可能不好 或者发行费谈不成 我先让大陆红了 因为这部电影很有信心一定红 但其实真的红了 先由周显大师说 为什么你会讨论流浪地球 因为之前 没有几个月前 上星期 有一个人说是流浪地球 去抄台湾一个作家 1989年的小说叫王凯 他在台湾是很出名的 是很出名的 即是初代的方言小说作家 就抄王凯 所以就变成了很多人是野鱼 刘慈欣 我因为作为一个地球推进 一个发作家推进去走 这个问题 就是独立在二人一年思考 我当初没看过流浪地球 也没听过这些东西 我以为是自己发明 即是你也发明了流浪地球 是的 我觉得完全没有难度 根本上他独立发明 是完全可能的事情 因为我也独立发明 我想起当年也有说过 究竟中国的战车 即是找两只马拖着两车战车 究竟是否由米索不达米亚 那边传进来 因为两边是同时发明了战车 但事实上 最后现在的傾向都是说 不就是这么巧 大家都是这么巧 我实在忍不住说一说 我作为一个读历史的人 那些战车 我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发明 你知道我们现在驾驾车 如果不是驾驾车 你还想驾驾车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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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驾驾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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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發明了這件事,人家就用了 沒多久之後,我開箱 因為自己不發明,你不會留意 我發出原來是有人說過的 所以我自己有時陷入一個迷思 為何光影抄襲我 但可能其實不是抄襲,大家都這麼巧想到東西 原來最嚴重的就是,然後我就做些Date in 是少少的,是完全不用特別花心情的Date in 已經是1934年,有一個叫Edmond Hamilton的人寫過 結果就找到這書來看 就是Thundering Worlds 那九大行星一起脫離 而在1967年之內,有法國作家 有法國的名字,Francis Carzac之旅 都是說太陽和金星一起脫離 雖然我真的沒有看 他不知道有沒有英文翻譯 但他有俄文的 有俄文,很流行的 中國都有翻譯 他亦是說,我不明白為何要地球和金星一起走 所以,劉慈欣,因為他是科幻迷 他就算看,他都可能看Edmond Hamilton的故事 亦都可能看法國,因為他是韓國,很無俄文化 他們也可能看過 根本就不需要看黃海 如果你說很多科幻經典 例如《2001萬遊世界》 抄一篇科幻小說的《Sentinel》 但《Sentinel》那本小說的劇情 跟《2001萬遊世界》完全兩件事 《Total Record》的原本都是原著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首席 《Total Record》是原著,很出名的 《Total Record》跟《Total Record》的東西 有很多東西已經不同了 結果,有沒有看過一個叫做 《哥布拉》 《哥布拉》是日本文化 《哥布拉》就是《Total Record》 《Total Record》就是《Total Record》 《Total Record》是Philip Dick的 那個叫做,不知什麼 《Joy ship》之旅 是不是會夢想像《Joy ship》的名字? 是一個DBC社 當然,他現在最新的一集的劇情未到 其實最後就說,我現在出了一句給你們 就是發覺原來所有上面那個城市的人 全部的腦袋都被人家居了腦袋 是塞了CPU進去 都是參考這個科幻事項 我也有看過 所以這個重點是什麼呢? 其實流浪地球 真正的賣點不是流浪地球這條計劇 真正的賣點是劉慈欣 如何藉著流浪地球這個設定 去設定一個故事的衝突 以及究竟電影公司 如何將這個人人都想到的計劇 根本上所有科幻小說 其實都是講人性衝突 講故事衝突 而不是講那個東西 等於一個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寫得好 你都不是說 哇,你發明了那個武功是你發明的 或者那個什麼東西發明的 都是講到最後所有小說都是講人性衝突 就是很久之前 我說的是 初初開始看文學小說的時候 看一部叫1984 1984的預言實行了多少 就是一個小說寫得好不好 你不是預言來的 你究竟那個小說寫得不好 是你的人性 你是不是很觸碰 就是很多很觸碰的小說 的故事 是所有的東西都錯了 但你仍然是覺得很好 譬如我講一個例子 就是魏康 魏康全部科學都錯了 魏康基本上如果是從科學的價值是零 但問題是他是 香港的科幻小說大師 他寫小說好看 他有一些東西 有一些東西影響了我們一代的思考 當然也有人說魏康抄 有些人經常說魏康抄 魏康抄了那些鬼佬 OK,我可以這樣說 魏康不思議問 他也很討厭抄 他全部獨立發明 所以全部錯了 如果是抄鬼佬就不會錯了 甚至乎他有一套戲叫後備 不是就是有一套戲 不知道叫後樂園 就是何理活片 又是說我養起了那些人 可以隨時劏他的器官 其實就是魏康的小說 我肯定他抄 魏康抄 人家是遲了魏康20年才出的那套戲 但我又想說回這個流浪地球本身 其實要說回科幻小說 科幻小說又不可以完全說 科幻是不重要的故事 我只可以說 有一些完全科學的程度 或科學水平零彈的科幻小說 都可以很好看 但都有一些硬科幻是很強烈的 的設定的小說 都可以很好看 我當然希望硬科幻 因為我寫的東西都有一定根據 我當年寫《炭露十之劍》 我寫第一版的時候 是我寫到一半才拿下杯獎 這個科技 這個科技 但問題就是 香港的問題就是 它逢真牽涉學科幻的東西 就是香港 何時試過說過 是對科幻 香港從來沒有 香港從來沒有 有一個人 我記得一個人 很多年前 有人跟我討論過 寫科幻小說 你需要不需要醫科幻 我問 那需要歷史小說 要不需要醫歷史 即是拍歷史片 香港的科幻片 從來沒有醫科學 香港的歷史片 但是拍歷史片 要不需要 那些人 我當初的時候 拍 那個叫做私人回索 那個人說 其實你用不需要那些東西 做到 這麼巧那些真正的股票呢 其實你拍歷史也不用 這樣拍的 問題是 其實那件事你認真 當年我記得1993年 我看豬羅紀公園 都很感嘆 香港其實絕對是 說得出豬羅紀公園的故事 有多難 你叫我講一下 有多難 豬羅復活 有想像是 毅康如全想得出來的 很多人都想得出來 但是香港我可以說 整個華人世界 是沒有一個人想得出 在那塊虎鉑裡 抽些蚊血出來 然後再用DNA 去做那件事 他是make believe 那件事 這個故事 全香港網上寫出來 就是科學問題 就算我們說回劉慈欣的流浪地球 當然因為這台最先拍成的電影 如果你對比 我沒有看流浪地球的原著 但我都看過很多相關的介紹 其實重點從來都不是流浪地球本身 你說哪一套科學的強調性比較強 三體是比較強一點 當然你說三體很多東西都是違反科學 但是最低限度 他一說了一個概念 叫做外星的暗夜森林理論 起碼都會說 如果這個宇宙是無窮盡的 有這麼多種族的 你會怎樣想呢 他嘗試解釋 我覺得科學程度比較大 而流浪地球最強的重點 電影是沒有拍出來的 就是有些人不信政府 想去推翻政府 是要處決政府領導 你亦都可以想到這些東西 不可能在流浪地球電影上拍 那些人說不是的 續集會拍出來的 就算續集拍都不會是這樣拍的 說回流浪地球本身 我自己很感嘆的一件事 其實嚴格上來說 流浪地球有七成的內容是災難片 但是它跟2012相比 我覺得就已經好看過2012 不要拉那麼多很複雜的比較 討論等等 我只是說一件事 它不是又是石頭不斷跌下去 有冰天雪地有熔岩 其實跟2012 當年ID4的導演拍那套2012 一模一樣 但別人就比你好看 還有一件事就是科幻片 我們經常說 為何中國人拍不到科幻片 香港人拍不到科幻片 是不關淺事的 是想像力的問題 我覺得某程度上 不錯得了 就是因為有流浪地球質素的劇本 你才會覺得 拍出來的感覺是 你會看得更多 我覺得不只是想像力的問題 香港人想像力也不差 是一個 你的底的問題 你根本上沒有那個底 你亂作 你的想像力 你無論如何拍得不正確 其實所有科幻小傳 都是一部排作 所有歷史故事都有一部份是作的 但問題是 你作是要真真地合一集 香港那些是 最基本的詞聲都錯了 我就是想否定這個說法 因為流浪地球 為何好像很誇張呢 他的感覺就是 整天荷里活的人 幫他整好太空站 整好爆炸 看來好像2012那樣 2012你想想 沒有故事啊 火山爆發 又冰天雪地 流浪地球就用了這些東西 但是他加多個故事 那就好看你2012 其實情況就是這樣 很多人說 這個和荷里活現在一級科幻片 還有距離 我當然是只有距離 但是你看看和什麼相比 如果你和荷里活的科幻片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荷里活的科幻片要反省一下 現在你看加州大地震 全部沒有故事 就是說有幾個駿南美女 或一家人 然後走爛 然後看看小小小人性 然後說家人有什麼衝突 然後你就打算找一些CGR 我們的觀眾 我今天就告訴你 流浪地球 我可以拍完這些東西 可能粗疏一點 但是是入得眼的科幻效果 我再加一條科幻 扭一點 這些就是中國科幻 現在是成功的地方 我覺得沒有人說到這件事 現在他好看不好看 和荷里活爭不是看東西 你給回2012這套戲 我就可以告訴你 原來現在中國科幻片 就超過了二、三樓包裝的 所謂A級特技災難片 我這樣說 不要說科幻片 我說 我們為什麼會覺得 一套特技片 為什麼會覺得那套鐵達尼號這麼好看 鐵達尼號 他當作他拿一套愛情片 用愛情做主線 你要將那樣東西 去回一個人格人性的東西 你才會好看 如果鐵達尼號拍到海神號 如謙遜記 197 你就不要看了 所以你始終要去回那條主線 那條人性的概念 我原本就想完 周顯聊了我 我講了人性 我再講了一件事 其實我很同意 蕭先生講流浪地球 其實一件事 荷里活那些傢伙永遠都不會這麼設定 流浪地球的條件是什麼 他說三百年後就會世界末日 我們現在就要推進地球離開這個宇宙 如果不是趕不及了 推進地球代價是什麼 就是死一半的地球人 那就抽籤 看看哪個人可以落地下城 荷里活是不會這樣想 荷里活是明天 好像2012 下個月就世界末日 我一個月前就賣好票給那些有錢人 然後你還要批判他們 有錢人全部都買票 你不讓那些窮人入 在流浪地球 從來沒有批判那樣東西 那一半的人 死得 如果不是全部人都死了 三百年後 你想想現在香港 聽說三百年後世界末日 我跟你之間只有一個人可以生存 不如你落地下城 我不落 不會有這件事 但是中國觀眾沒有問題 不要說中國觀眾 外國觀眾沒有問題 為什麼只有蕭先生看到 因為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荷里活的人民精神 炒冷飯炒得太厲害了 我當年看2012的時候 那一幕就說 為什麼這個房間這麼大 你只住四個人 你應該住夠四十人 我們就是對於這件事感到噁心 而劉慈欣那種很冷耗 很集體主義的 犧牲少數就是犧牲少數 沒有辦法 有時候就是要有Evil的存在 這種衝擊 亦都是對比起 荷里活那種充滿人民精神炒冷飯 這是一個很鮮明的衝擊 所以劉慈欣不是純粹是抄外國科目的 我覺得是有一個很大的對比 才會有這樣的衝擊 即是很唯物主義 如果這樣就很唯物主義 不是唯心主義 究竟劉慈欣是在諷刺極權政府 還是他真心相信極權政府 到現在我被人說那一刻 我真的不敢說 當年三體就是 為什麼要毀滅地球 就是因為文化價格命 搞到我很討厭人類 我已經失望了 寧願外星人來消滅地球 那些人說你還不是反文革 可能他真的在罵那個人 是這麼蠢的 為了你一己私慾 你就毀滅地球 我們要容忍文革 繼續給共產黨 可能真的是這樣 這個人要離開了 如果他移民過美國 你就知道是不是真的 離開了是離開了中國 就知道他什麼事 如果沒有辦法知道 好 這一集就到這裡